在健身这件事情上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新优 运动本身应该是快乐的 在中国的话健身 这个帅的需求超过我的想象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个朋友圈里秀 跟我一开始创建的时候 说我不需要社交也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现实的情况 就需要帅 从14年到今年 你会发现我身边 开俱乐部的速度是成倍速的增长 不能满足在10亿人的 这个运动需求上 您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实体这应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团队 在几万年前的时候 没有什么健身法 大家都很稳 我有一个观点好像跟林总太一样 就每个人的个体都会不一样 所以不是通过视频 不是通过只是看这个内容 我就知道怎么去健身 其实我觉得健身可能还有一个痛点 就是在于我怎样去拒绝我的教练 让他不要再让我买私教卡了 这个很大的情况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到 因为健身教练他知道你是一种 对于企业家来说 完成自己的情操的同时 最主要的快乐也来自于变现 对吗 好像这个情操在偷看我们的秘密 才智对话由郑北武西部影城冠名播出 A41 马甲线 从明星到各路健身网红 暴走的身材经济越来越引人注目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约为4.35亿 同时2017年我国健身房市场规模也已经逼近900亿 2020年预计达到1230亿 新一轮的健身风潮中也涌现了很多不同的健身商业模式 柳欣全新数字化训练馆Running Cat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耐克中国签约资深教练培训师 众多明星私人健身教练 凌云Factime健身运动APP创始人 中国原创健身视频第一人 他倡导身体就是自己的健身房 同一行业的两种创业形式 他们会擦出怎样的货花呢 大家好 其实我们是一场非常严肃的 有代表性的并且非常专业的一个财经节目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问大你们两个一个问题 就是也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财经界的精英 怎么样才能减肥呢 其实我这边是有这个 林总他胖的时候的照片的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其实还好了 我其实看这个照片 我觉得它底子还不错了 没错 就是到后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哇 太性格了 其实应该是在3%到4%吧 应该差不多 其实还高一点 那大概七八左右 七八左右 没有人来到那里 但是照片修过 其实我自己 拿我自己的身体做过一个实验 我曾经在八个月之内 长了大概30斤肉 然后又花 就是真的肥起来了 对的 然后又花四个月的时间减掉20斤肉 所以说做过这样一次实验之后 我能够亲身体验过肥胖是什么感觉 然后也知道减肥是怎么样一种过程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我本身是学医的 我的职业的天性是我喜欢做实验 很多东西我不喜欢听道听徒说 减肥 对吧 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 无非是吃的太多了 无非是吃的太多了 动作太少 有一句话叫管住嘴 卖开腿 管住嘴 卖开腿 增重又减肥 这个凌云说起来有点轻松又享受的经历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难的 包括近期刷爆朋友圈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男主阿米尔汉之所以选择先胖后瘦的拍摄顺序 就是怕拍完片之后自己没有毅力减下去 所以才先增肥28公斤 再练八块腹肌进行拍摄 全机运动员邹世明也对这段增重减肥的经历感同身受 自己亲身亲力去增重再去减肥 因为我们全机在体重上面也非常要求 到最后你要降到0.0起的那个公斤的那个量级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富有 要自己很强的意志的 就是我知道就是两位其实是分别在美国结缘自这个健身行业的 林总也是这样子 两位觉得就美国的健身的这个理念跟我们中国还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像美国的健身房 好多健身房的模式其实不太依赖私教也有私教 大部分就是就是一个公共设施一样你办个会员那我进去 他们好像自动都知道怎么去举铁怎么去做这个 中国不一样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办了个卡 傻了进去我最后还是用了跑步机对吧 他的就是对这种健身的这种知识啊技能的掌握还不如美国那么那么强 我觉得中美之间还有那么几十年的差距 是的 在因为在中国刚开始的健身发展的所有的文化来源都来于美国 最早的文化是韦德然后带出带出了一个运动员 阿诺斯瓦辛格 嗯 然后那个时候文化基本大家都是就比格就是大的 就是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刚进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社会现象是大家是对这个没有概念是反感的 然后中国开始这个火爆点开始在去年和今年开始真正的发生起来 嗯为什么是因为真的整个文化的整个建立和交流的机会多了 比如互联网的发展 大家得到的健身资讯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大家对新资讯的了解会越来越多元化 那同样的中国的GDP的增长提升了 因为就是真正的在人的所有的这个需求当中 其实大家都认为健康是很重要的 但是来讲的话你还没有吃好 你还没有生活好 你可能对说我要先不要吃不要生活我先去运动 可能是大家没办法建立这种概念 那真的到去年我发现这个爆棚是从14年到今年 我发现我身边开俱乐部因为我在这个行业 开俱乐部的速度是成倍速的增长 对的就是而事实上中国健身房应该是多少一万多家 这个在飞速的发展你可以是百分之二十三十的速度在发展 一万多家你知道明年是一万两千多他不能满足那十亿人的 这个运动需求就算有一半人有这个需求在五亿人不可能要 击破那个一万家健身房所以这是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问题 初级阶段你可以从不运动到运动没有期限没有健身房 OK高级阶段有更好的效果去健身房那是 所以您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实体店应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有就是井上天花无也无所谓 在几万年前的时候没有什么健身房 大家都很fit对吧 在包括在美国有传统的线下模式 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跑步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跳健美操的对吧 其实他是不一定需要实体的 我有一个观点好像跟林总不太一样 我是在于健身的内容 其实是更多是更多的影响和教育消费者 和这种可能不太入门的这些消费者来讲的话 了解健身知道很多的方式 但是每个人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是通过视频不是通过只是看这个内容 我就知道怎么去健身的 我需要真正的在前期的时候 是更需要专业的指导 但后期养成了很多的习惯动作模式建立 不会有很多的错误动的发生情况下 我可能会对教练的依赖会越来越低 我觉得还是健身房比较容易坚持 我觉得两者要紧 我一般会选择健身房或者找私教 网络视频比较少 两种方式结合吧 因为有的时候来不了健身房 只能在家里做些简单基础的 跟这个视频做也差不多嘛 选择哪种方式来健身 会员们大多是结合自身的情况 看法比较综合 并没有因为在健身房健身而排斥视频健身 同时会员年费 私教团体操费 依旧是传统健身房盈利模式 不管是年卡月卡还是按课时消费 几千到一万不等的费用对于消费者来说 都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消费是我朋友吗 我不得签 我不知道 年卡大约是一万 一万五千多吧 大概 一个月大概一两千吧 自己还没算过呢 毕竟女人多起手来 自己都没有什么克制力的 我自己因为是 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一批 就是进入实体店去体验 这个健身的这个感受的 但是我的健身的感受却非常不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一年八千八的年费 比现在还贵 然后我进去了之后 我每天想的就是 我怎样去拒绝我的教练 让他不要再让我买私教卡了 那应该你要来Running Can Running Can没有人退销 我分析一下 其实说我在想 就是为什么说 会有教练要来强制去推销课程 这个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因为健身教练 他知道的比你多 对吧 你除了办了一张卡 其实你对自己的身体 对科学的训练方法 你知道的不多 所以你很多的时候 你会产生 哎呀我可能需要教练 教练说他会 他会有那种一种信息上的优势 就是做Running Can之前 我深度的思考了一个问题 是在于我做了十几年的健身 到底给予我们的会员带来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是没有销售的人员的 我们只有教练 然后也没有人逼着你天天要买单 我们的团体课和私教课 都会给到你的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会告诉你 你要选择哪些课程 然后我们是养成型 我非常有这个想法去加入到你的这个健身房里去真正去学习 但是我也很忧虑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不要免费 然后你只是按堂来收费 我每一次可能就是一堂课两百块钱 然后我最多交个十堂二十堂 然后我再选择我下面要不要跟进你 可是如果我不跟进你 你怎么赚钱呢 我们的年序一个方面是通过一些不断的通过这种奖励机制 比如说你的训练完了之后 你可以得积分 积分可以换取礼品 然后积分可以更多的 可以换取下一次的课程的免费 通过很多的激励方式 在线上去完成 然后这线下就通过社群的结构 然后不断的形成这样的文化的载体和社群 不断的用你身边的朋友 然后一起去粘着你 所以其实在于这几年看下来 就刚才你担心的问题 并没有在人里看发生 我们的念重度是非常高的 同样的就是我们的复购率 是比我原来做传统俱乐部要高很多 我们的复购率大概在85% 所以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林总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您要发力做实体店的话 就像刚刚柳欣他说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优势和缺憾 你觉得你让你来做的话 你会在哪方面再加强一些 首先我没有打算做实体店 因为我们解决是不一样的问题 中国健身三个痛点 第一个是没有场地 健身房教练太少 好的教练太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方便 就是说Running Cat 很好 其实我们公司附近 我记得我们是在石龙路附近 是不是旁边有一个 那个是我们的研发基地 是研发基地 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每一个线下的店 它覆盖的只是方圆周围两三公里的人 因为我要么下班来 要么是我平时在家周围去 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不能辐射到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不论我们有多么样的情操在 可是我们总要把它变现对吗 没错 所以我为你算了一下账 我也了解了一下 你大概有的就是现在的会员的数量 每家店现在是就是活性会员 大概在500人 那也就是一千 一千五百人 那我们这样算一下 因为我的脑子不太好 所以我只能用计算器 比如说365天 我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你的店 那也就是121.6天 那每天呢去大概 周一到周五大概在55到60人左右 周天的话将近100 那我们取个中间值吧 80个人好吗 80个人 然后每个人再乘以200块钱的课 2335万 这是你一年大概就是没有去掉 各种各样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收入 你觉得你现在是 现在已经是打平了 还是已经变现了 还是还在亏 我们早就不亏 我们第八个月开始就不亏 而且我们的消耗 就是为什么要做心情模式 好像这个节目在偷探我们的秘密 对 你们现在对吗 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在赚钱了 那其实刚才主持人 你还少算了一个方向 就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会员的 每周的训练频次 我们是有要求的 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 新时代下 健身需要也出现了细分 很多小而美的新型健身房相继出现 Running Cat就是其中之一 它采用全新数字化训练模式 全程记录健身者心率 卡路里消耗变化 并将游戏娱乐与健身相结合 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健身爱好者 但要想把小而美做成大生意 覆盖率 会员年度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此 柳欣想通过社交来解决 人的内心永远是希望是被认可 我不认为社交能够解决健身的问题 当然有社群可以帮助你 但是最后还是一个人自己的选 他聘请的这些人 就像他做的生态一样 他实在是太豪放了 各种溢彩分层的人在一起 只能变成什么颜色 黑色 所以假也挺很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他是乔布 假不思 乐是可能在有些事情上 做的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觉得你应该把我考虑 对不起 我不录这个 但您不觉得 就是您所建立的这个APP 它缺少一种交流感 我们没有互动 就是我也很希望 可以跟 就比如说像在Running Cat 我可以找到 跟我一起有健身需求的人 或者跟我一种 有发泄目标的人 可是我知道在您的社群里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我却联系不到他 这是一种理念上的问题 我不认为社交能够解决健身的问题 社交健身最后是一个 自己跟自己的交流 他是孤独的 他是孤独 注定的是一个孤独的 你就像去蹦地一样 你可以去跳一两次 嗨一两次 但是最后 你还是回到你自己 这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 我认为健身是一个 当然我说的纯粹上的健身 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提高 是一个自我的提高 我并不认为 所有的训练者就是孤独的 运动本身应该是快乐的 其实在Running Cat 有一个文化 我们要服务好三种人群 第一种叫做One Day 我们把人群分为 可能突然有一天他想健身 可能他从来没有运动机能 可能他对健身是完全无知的状态 这是我吗 这是我们的One Day人群 第二个人群叫做Every Day 他开始健身了 开始产生很多疑惑 他需要很多的方式方法 好的资讯 能够让他一对一的经济沟通和联系 然后度过和突破他的平台期 完成他的训练目标 还有一种人群叫做Gandy 把运动已经当做人生的习惯 然后当做人生中很多成就的过程 比如很多泡马拉松的人 那这种人群 他需要的是自我的成就感 他是孤独的 你如果说一个初级的One Day的人 他一开始面临的训练就是孤独的 他一定不会走向一个孤独的世界 人的内心永远会 人的内心永远是希望是被认可 或者说被大家所接受 是在社群里面 包括整个社会结构 也是社群性结构 当然有社群可以帮助你 但是最后还是一个你自己的选择 对吧 因为其实是不是跟训练伙伴 一起去训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利有弊 有一个训练好像对于出刚开始的人 可能好的我们约了一起去 但是很快就不好了 你知道吗 他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对吧 就会碰到这样子 因为我做自媒体 我关它一个比较现象 就是说在中国的话 健身晒的需求超乎我的想象 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做APP的 我的APP就没有晒图这个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从美国回来 谁都健身 没有人一天到晚在Facebook上 晒你这个训练的 因为你做你健身我也健身 但是我觉得美国人好像已经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了 他们会经常设计一些路线 比如说I love you 你会通过跑步或者是一个快走的形式 走这样的一条路线出来 在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个东西 健身的人 他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时尚潮流的一种体现 它是非生活化的 他认为是一种很潮的东西 需要去炫耀的东西 但是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太适应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这也是可能一个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 当他意识到我这个东西是潮的 是健康的一个东西 值得炫耀的 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能够帮助扩散一些健康的这种理念 走向美好肉体的路上 除了健身房 运动健身APP 也火爆朋友圈 微博等自媒体 根据比达咨询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运动健身类APP 活跃用户规模预计达到3415万人 到2018年预计将突破7000万人 活跃在健美健身排行榜前端的APP 以Keep为例 它所定的就是社交型和健美型的用户 而凌云所在的FitTime 主打的是真人教练视频指导教学 虽同为视频健身 用户定位却有所不同 凌云健身在微博粉丝量 就达到110万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 就比如说 您是一个流量IP 很多人会跟着您去健身 跟着您去饮食 对吗 我曾经有个韩国人叫郑多燕 对 我也跟他跳过 还在我怀孕的时候 他是很多中国女生的启蒙健身老师 某种意义上说好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个东西 它是需要有一些包装 推广 这个东西 正对因为有一个故事 你说他那种操 有多少科学性 也不见得了 我觉得也是的 其实他做的事情 就是让很多人 先动起来嘛 对不对 就是引起你的关注 对 然后你可能说 哎呀我要去健身房 哎呀我要更高级的东西了 内容这个东西它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因为针对特定人群的不同级别的各种训练模式的 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去通过内容的方式去展现了 我们这里追求的是一种覆盖面 就是说是用户基数触达的人群 但是说你说多少深度 还是交给线下或者是专业的老师去做 我们做的是一个共同培育这样一个市场 服务线下服务高端的市场 我们这里培育整个大众市场 这样是水涨传口 所以我对线下不反 其实我们自己 我刚才说说了 我们自己其实有线下 我们自己有一个线下的瑜伽馆 就是跟瑜伽老师合作的 非常好 我自己去体验过两次 我也有股份在里面 我们有股份 但是我不去了 为什么在人民广场那边 叫我上班 出行成本很高 反过来我跟我们杨老师在视频里 早上我勤劳一点 我选个20分钟的瑜伽 我偷懒一点 我就选个12分钟的瑜伽 对我来说够了 我早上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 自己跟自己对话 舒展一下身体 这是我所需要的 我并不一定 我不需要去跟别人 比头倒立 手倒立 不需要做出什么高深的体位来 对于我来说 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 我相信对于很多其他的大众人群也满足了 对于杨老师来说 杨老师可能已经是在圈子里非常有名的老师了 但是还是限制在这个圈子里 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 杨老师能够教世界各地的人 我说的真的是不只是在中国的人 世界各地的人 随时随地 我晚上挑时差睡不着 我起来做个瑜伽 对不对 我不需要杨老师在旁边 还有普拉提 我从来以前都不知道 一年前我不知道普拉提是个什么东西 跟着我们正背老师 我连普拉提了 我convert 太多太多人不知道这些东西 其实我说这一个动作 对的 我是要去把这些老师专业的东西 给他更加碎片化 更加浅显一点的带给更多的人 对吧 因为我被很多人知道 是一开始做了一个他巴他四分钟的训练 为什么很多人就吸引了呢 因为简单啊 四分钟对不对 不需要任何场地啊 对于大众来说 还是需要帮他降低门槛 把高深的东西 以浅显的语言 让他能够慢慢慢慢接受 其实我觉得两位的差别 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健身阶段的不同 可能很多人在没有开始做的时候 他想去尝试的时候 他想找一种更简单 投资更小 时间更便捷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可能 林总这边可以满足我半夜睡不着觉 我可以站起来去做一段运动 也许我可以睡个觉 那但是呢 当我做了一段之后呢 我发现我有很多疑惑 没有办法解决 于是我要落到实体店去 去完成我自己的想法 那其实 那为什么你的资源也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做线上 当时我有想过要做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APP 没有很多的场地的APP的连接 那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 就是我对APP的判断 我认为只是从内容端去切 就是健身市场这个模块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我比较觉得健身到最后还是要落到真正的体验 真正的有人之间的交互 因为健身的情感不仅仅是让它跟铁发生关系 而是更多有社群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会变成一群喜欢健身有态度的人 我必须做一件事情 比如跑步跑love 比如跑步跑anyway 很多的一些图形 所以你一定要开一个实体店才可以 我认为健身的人群 它必须要有一个实体店 有实际的训练体验 了解训练 可以更多的欢乐的训练 然后训练这个感觉不那么痛苦 同时是精准的训练 不要让它受伤 在移动健身APP领域 他们的商业逻辑是前期靠融资去打开渠道 获得用户量的增长 而后期就要将这些流量变现 以已经获得3200万美元C轮投资的Keep来说 它背后的商业逻辑是想打造一个中国线上的迪卡农 通过电商和广告来变现 营收却也不乐观 而依靠内容付费 并刚获得千万人民币A加轮融资的FitTime 他们的效益又如何呢 对 可是我觉得 就是两位你们两个既是健身方面的专家 但同时你们的身份也等于是企业家 对吗 你们在经营各自不同的公司和企业 就像我觉得就是APP 其实是一个特别烧钱的一个平台 我来给你算个账好吗 因为我认真地看了一下您的那个APP 我也下载了 然后我发现就是最多的是不收钱的那个图片 大概它有一千多万人的流量 已经注册的会员是一千万 接近一千万 对 接近一千万 那他们当然不可能全部来买课程 对吗 对的 所以我们按10%来算 你觉得合适吗 没有10% 没有10% 其实我们的地理里有很多免费的资源 包括说有 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动作库吧 就是各种各样子的训练的动作库 另外有跑步的功能 还有一些免费的视频的功能 当然跟我一开始创建的时候 认为不需要社交也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现实的情况就是要晒图 所以也有晒图的功能 还有一些电商的 必须要晒 真的要晒 对 所以我现在也是认可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晒一下就是好事情 因为它在隐形当中在传播 它自己也有成就感 对 所以还有其他很多免费的功能 让很多小白的用户可以免费的去体验 这个运动的快乐 当然我们这些收费课程 其实也是对相对进阶的人来说 我觉得我需要更加有挑战的课程 我们来算钱 算钱 年费会员是388 其实我们一月费会员是98 然后半年的会员是248 所以你可以用平均的课单价是200块来算 一千万的收入 对 年收入 这个是 那其实 还没你多 我会以为就是说 就是线上的这个收入 应该会比线下的更快 并且更多 不是这样 这个是有一个付费医院的问题 因为线下的来的就是付钱的 线下的它是需要有一个流量转化的 像这个东西是需要 先是用户过来 用免费的 觉得不错 然后当中有一部分人觉得 我要去付费了 其实这个数字呢 其实听起来可能是不是那么impressive 就是你要知道线上的 像我们的利润率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们是基于内容收费 就是内容一次制作 然后就没有成本了 我没有线下电 我没有其他的这个需要维持 第三个其实在健身APP这个行业 整体是一个烧钱的行业 所以不用说是不要提赚钱 就是投资人不会来问你说 你赚多少钱 只问你用户多少活跃多少 我们应该是说做得非常非常早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内容付费嘛 现在有的时候被吵了 内容创业内容付费 这个东西在美国就是天间第一的事情 还有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 知识产权嘛 对吧 这是知识产权 所以说在我们在健身APP这个行业 做到靠教人健身 已经能够达到年营收接近一千万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 因为健身APP这个行业 谈盈利模式 没有人说什么内容收费 互联网公司嘛 三个盈利模式 广告 电商跟游戏 对吧 就是说大部分的公司是靠广告 可以是提供免费的内容 然后就是展示这种广告 我觉得我不反感广告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做健身这个行业嘛 总归有一个跟健身相关的 这个营收模式 所以我对我们一千万 已经是非常的满意 不满足 所以现在你们不亏 不亏 我们不是一个 做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已经开始就盈利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亏了 我们是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公司 哪一年开始的 17年的1月份开始 今年的1月份开始 刚刚开始 对的 我们营收 速度真的很快 16年的4月份开始做营收的 第一个付费会员是在16年的4月份开始 付了388块钱 然后刚刚是会员制才实现一周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已经连续4个月 已经持续的盈亏平衡 这个对于互联网公司 是你们看到的发红包的这种公司 已经相当相当不容易了 现在很多中国的有些健身工作社会 自己也会说 我应该去教育所有人了 我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健身行的风口 并不是现在 其实就是当你遇到机遇的同时 也等于是风险砸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希望把一些美国 比较高级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有些东西 然后后来发现 它是木耳 还不到时候 他聘请了这些人 就像他做的生态一样 他实在是太豪放了 各种一彩分层的人在一起 只能变成什么颜色 黑色 所以贾越廷很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他是乔布 贾布斯 乐视可能在有些事情上 做的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觉得你应该把我卡掉 对不起 我不录这个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健身的方式 也有一些人 因为想要快捷的健身 并且能够让我们身边很多人动起来 他们也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尝试 比如说像是超级星星 你知道吗 应该是知道的吧 因为跳跳是我很好的朋友 创始人 就是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认识 然后同样的在触碰创新的这个点 其实他无非刚开始用 那个集中箱 其实解决的是什么 就刚才我们经常会探导到一个场地端的问题 让这样集中箱分布在各种场地端 让大家随时随地可以健身一个空间 对啊 这个是他想解决问题 然后在整个液态结果当中 我觉得内容端可以帮助到线下店的导流 就像现在我们线下店也经常会跟很多的内容端进行合作 就不说其他的品牌了 就是说也会经常的他们线上的一些训练营直接到线下来 然后可以很好的反应 就是大家很喜欢这样的线上线下的结合 可是现在到目前为止 这个项目应该算是只能作为一种体验 它却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呢 其实刚开始因为 这应该像膜拜一样非常简单非常方便啊 因为好的场地是否真正可以产生好的合作 包括国家的政策的调控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他开始做很多的一些小型化的健身房 就是小型的工作室 然后呢年住一部分人 可以解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 还是会有一个半径范围的一个覆盖 现在很多中国的有些健身工作室会自己也会说 我应该去教育所有人了 我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健身行业的风口并不是现在 从我从事健身行业这么多年而来 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的健身人群的基数 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风口的基数 而是从14年到现在 只是在稳步的增长期 但是中国的健身人群不到总人口的5% 这是最新的数据 所以今年和明年的预测是在于 实体端 场地端的快速固执 其实我觉得林总你也在像 就是柳星他说的这个 你也在合作线下的实体 对不对 就是像他说的 我们之间可以是相互结合 对的 其实我们的每一位老师 都有线下的这个店 所以说我们对于线下从来不排斥 我说的是我不做线下 只是我自己不想做线下 目前不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我们会采取的是第一步 当然是跟我们的老师 去进行线下合作 第二步是可以跟其他的这种 线下的场馆进行合作 因为我们有相对比较大的用户量 而线下场馆可能也有一个 导流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这些都是开放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健身创业 每条路上 每个细分市场 都有强劲的对手在严阵一带 在中国健身红利还未到来的今天 最难的依然是创新两个字 无论是在五年后 还是十年后 在等待红利到来的路上 活下去的创业者 需要前瞻性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 现在所在经营的产品和产业 我都分别体验过 那也就是说以后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这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线上 结合线下的服务 但未来会有一种 人工智能的情况 那你就基本上在他的度数下 你可以在家里边 完成这样的一个健身和训练 你们对这方面有想法吗 这个很早就出现了 在14年的时候 我在美国做了一个 Motion Capital的一个游戏 然后叫做Personal Trainer 是Nike研发的 然后我是你们的所有的动作的Demo 然后是捕捉我的动作 然后通过是 就3D的那个是吧 就比如说当你进入一个空间 你开始做训练 然后你开始做训练的情况下 它会反馈你的卡路里 你的热量 然后监控你的心率 同样在整个过程当中 里面会有会有课程的人 会有一个虚拟的教练 会告诉你 你应该再快一点 然后你的心率线是多少 然后是安全范围的 还是不安全范围 或者说你接下来目标是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在中国 我们现在已经 HoloFi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HoloFi HoloFi已经覆盖了 大概40多家城市 林总您这边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线上客户是很容易被流失的 我们如果重复的 一直在做这样的视频 肯定是不行的 那未来你的规划是怎么考虑的 视频是要分 内容是有等级的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希望把一些美国比较高级的 一些训练的方法引进起来 后来发现 还不到时候 因为其实每次 我做过很多问答的视频 这是我每次经常收到的留言 私信如何瘦小腿 怎样快速的减肥 如何瘦肚子 然后就是告诉我 就是大多数人还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 像我美国就经常看一些 真正的健身达人 他们的那种视频那种 说实话 非常的有支持性 像你拿过来看过的时候 立即就可以用了 我自己也做吊环 我就从来没吊上去过 我就在YouTube上看了一个吊环的视频 我在家里看完 我到我健身房 趴我一下子就上去了 所以方法 很多人还是认为健身是一个体力活 No 健身是一个知识活 Right 健身是一个很有知识的 是一个健康 很多很多的健康知识 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说我是做健身的 其实我是做健康的 对吧 我三分练七分吃嘛 还有很多健康的东西 我要我要交给你 对吧 其实就是当你遇到机遇的同时 也等于是风险砸过来的时候 所以你在面临这样的机遇和挑战的时候 我觉得两位真的是机遇又多 风险也大 嗯 在节目的最后 我希望啊 就是您对马上 就是很多对健康产生兴趣的人 有什么话要送给他们吗 健身这件事情上 只有你自己能够做 你不做别人不会帮你做 所以在健身这件事情上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CEO 那这里的CEO是Chief Exercise Officer 首席运动馆的CEO 嗯 That's good 无非就是 无非就是在于 就是把你的健康时间排序提前 参与本节目的嘉宾将获得科沃斯扫地机器人一台 科沃斯机器人是机器人更是家人 小孩的旅行